他是世上最强的不败狂战士 可如今却成了姐姐的玩具 就在此前 在东越深渊地下城中 面对众多魔物的他毫不畏惧 可直至他杀完眼前的魔物 才发现身后的队友早已身亡 这反而刺激男人 更加坚定地走向过房间 艰难打开大门后 眼前的漆黑让他意识到不对劲 下一秒 漆黑深处立马出现一只巨木 强大的力量瞬间把男人贯穿 原来这就是深渊深处 然后直接到飞树里台外 男人不有惨效 只因这将是他的埋谱之地 实力悬殊太大了 可下一秒 他吃惊于眼前的女子 怎么来了 真是个傻瓜呀 我已经没救了 放弃吧 可女子却更加拼命输出自己的魔力 突然 女子想到了什么 随后魔力涌入双手 男人身上涌现一道光柱 等到男人再次睁开眼睛 他的父母竟直接出现在他的眼前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原来冰死之事 真的会回忆往事 直至握到母亲手指 他才意识到这不是回忆 这是时间倒流 难道是他对我发动的技能 看来也只有这种解释了 原来自己没死 而且还回到自己出生之时 没想到自己还可以再见到父母 之前父母在我六岁之时 就是遭遇怪物的袭击离世 从那时起 我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魔物的憎恨 但是这次不一样 我可以改变未来 只不过这好像是漫长的过程 现在连一个翻身都十分艰难 更别说修炼了 还有一个比我大四岁的凡人姐姐 看来我得赶紧长大 摆脱魔爪 我是身上最强的不败狂战士 可现了音乐沦落到被狗欺负 重生的我 在度过漫长吃奶阶段后 终于可以提炼空气中的魔力 我一定要变得比前世更强 但我也发现一件事 我的姐姐居然是先天满魔力 再这么继续下去 她甚至会得魔力控洁症 得想个时间教她梳理 可到四岁之时 我发现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眼前的这些孩子 比其杀魔物还麻烦 怎么又是她 金允智 你不会是喜欢我了吧 躲猫猫的游戏吗 我都三十六岁了 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可看向满脸欣喜的姐姐 我还是欣然答应 特别是与她在余晖下归家 还有她那烦人的唠叨 可就在此时 暗处出现一只恶犬 姐姐下意识地挡在我的前面 直接让我想起那件事 姐 没事 让我来 不由想起那时候什么都没做 只是依偎在姐姐的怀里 但这次不一样了 我 你是想死吗 我看 恶犬健壮 立马夹着尾巴逃跑 我立马散去魔力 立马看向姐姐适应 别担心 我很强的 谁知姐姐进花痴班求我教她 正好我也想怎么教你 听到能学习魔法的姐姐 直接拽着我鸡跑回家 就从这份天真的笑容 我必须改变大家的命运 为此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直到我看见姐姐这波操作 我才发现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虽然她是先天满魔力 可对掌控魔力真的是一塌糊涂啊 我一岁就能凝聚魔力 三岁紧平身上的魔力 就能下退一群野狗 而我的姐姐更是传说中的满魔力体质 但她有个缺点就是无法掌控魔力 甚至会因此死去 就在刚刚 我再次和家人见证历史 只因自从人类掌握魔法后 却不知小魔物的诞生 以至于魔物入侵人类城市之时 瞬间土崩瓦解 现有的秩序和法律失去了力量 取而代之的是拥有魔力的战士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守护人类的十二王国 然而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 拥有守护能力的首刃仙女 林秋 与此同时 她现在为城市开启魔法膀胀 同时也展开新历史的虚拟 姐姐见状立马跑开 瞬间被外面的屏障所吸引 紧接着双手何时祈祷 可我知道这种祈祷根本就没有用 世界已经灭亡过一次了 可当我看向姐姐虔诚的祈祷 让我们一家人幸福 我也瞬间释怀 祈祷着重来的人生可以改变 可当父亲提议去见奶奶 我知道这一天还是来临了 上一世就是去见奶奶 全家人遭遇魔物袭击遇难 可我现在是小孩 得怎么让父亲改变主意呢 随后我立马提议去游乐园玩 下次再去看奶奶吧 父亲听到也确实如此 因为魔物的出现 大家一直在避免出院 正当父亲决定明天带大家去游乐园 我也庆幸改变命运的时候 可母亲突然接到的电话 那头说奶奶突然晕倒了 只有我深知 前世的奶奶根本就没事发生 然而母亲听到这信息后立马慌了 破窃想要去一趟奶奶家 随后母亲蹲着安慰我 能否推迟去游乐园的想法 我立马陷入了深思 难道我还是无法改变未来吗 不对 现在的我不一样了 现在的我从小一直提炼魔力 也有重生前的战斗经验 如果和魔物的遭遇是不可改变的命运 那我就与其对抗道理 没办法 那我们去奶奶家吧 根据魔法机构将所有魔物 对人类危险程度按等计划 这次我们遭遇的是第三灾难级的魔物 上一世现场的战士最高也就C级 根本无法对付魔物 当然 现在的我也不可能打败他 目的只有一个 等到十二王座赶来击杀他之前 尽可能的争取时间 可在我手中就只有手工刀和剪刀 不过即使这种程度的刀刃 如果使用魔法附魔动 也可能会对怪物造成一定的伤害 就在此时 姐姐来问我准备好了吗 可以走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画面一转 母亲安慰我 现在可能有点塞车 累了的话 可以先睡 我没事 我一点都不困 只一我还在想着上一世 就是在桥中间遭遇的魔物袭击 难道是由我不知道的事情改变了未来吗 以至于魔物至今没有出现 拜托 就这样子平安过桥吧 我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就好像嘲笑我虔诚的祈祷一样 它还是露面了 第三灾难级魔物 克拉本 纵使这个世界覆灭 我也要竭尽全力守护我的家人 何况你只是一道菜而已 纵使这个世界覆灭 我也要竭尽全力守护我的家人 何况你只是一道菜而已 就在刚刚 仿佛为了嘲笑我虔诚的祈祷 第三灾难级魔物 克拉本 还是露面了 差那间 桥底伸出数百米高的触手 开始不断摧毁桥梁 吓得周边民众仓皇逃窜 与此同时 附近战士也纷纷赶来响应 高呼要保护民众 可话语刚落之时 天空直接砸下一只庞大无比的畜生 战士们瞬间伤亡惨重 也开始慌忙逃跑 与此同时 父亲见状也掩饰不了内心的惶恐 母亲也不断安慰我们 让我们保持冷静 就能安全撤离 在众人匆忙下车之时 我却被姐姐掉落的声音吸引 我见她瘫痪在地双腿下的不停的哆嗦 父亲看到此情此解 一句话也没说就抱起姐姐 当即往前方战士撤离的方向一看 紧跟着他们撤退 而我深知没有这么简单 下一秒 前方的战士被长矛贯穿 果然 他们也出现了 第七灾害疾磨 随后战士与水鬼 直接陷入了混战之中 所有人直接被眼前这一幕 吓呆在眼底 立刻清醒过来的父亲 大声喊着要快跑 于是大家再次奔跑了起来 而这时候 一根巨大的触手 从后面卷起一堆汽车 直接向远处丢去 不好 爸爸前面有危险 只见空中砸下数辆车 其中一辆汽车 更是撞到汽油车上 或许这就是世界末日 上一试 十二王座得半小时后 才能抵达现场 现在已经无退路的战士 能够保护群众吗 虽然现在水鬼与战士们混战 可没有人阻止克拉本 大家还是会死亡 他来这次是逃不掉了 即使献出生命 我也要保护家人们 我立马到之父母 在支援来之前 该在这里不要动 到时姐姐会保护你 能做到吗 姐姐 而我不等他回答就毅然转身 直接奔向克拉本 运用魔法将全身汇聚 这是重生之前战士所用的强化法 第一次拿来用于自身 看起来还是有点负担 但只有这样才能够一口气 抵达克拉本来所在的底 前方的水鬼也感觉到我的意义 直接堵在前方 可我是身经百战的狂战士 魔法附魔 无微妙角度避开攻势 紧急着直接了结他 随后跳起再次躲避攻势 顺势直接击杀水鬼 眼望天空来袭的水鬼 更加果断地将其杀死 这还真是比想象中麻烦的多 面对又一群水鬼袭来 我心觉挥舞手中的武器 好似前世杀敌一般 这种直觉 这是前世在临阵绝胜的气魄 只会一个身影傻落 面前的水鬼早已被砍杀殆尽 可手工刀早已不堪重 最终还是破损了 不过也正在我的预料之中 再次飞驰狂奔起来 总算抵达目的地 我丝毫不惧地站在了 这个庞大的魔物身前 我用这个对付你就足够了 克拉本不客气地 用巨大触手响应你 却被我灵巧的身板巧妙躲过 更是从触手趁机而上 紧接纵身一跳 直接插入魔物的躯体 凭借自身的重量顺势滑下 对其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 克拉本也吃疼地甩动触手向我砸来 拿料我借力直接倒飞躲过其攻击 巧妙地落地后 我也发现其中一把剪刀报废了 看来真的得全力以赴了 我一岁就能凝聚魔力 三岁仅凭魔力就能下退一群野狗 六岁仅用剪刀就能斩杀灾难及魔物 却在刚刚 在快速的频繁进攻下 手中的兵器早已不堪负荷 只剩手中这把剪刀 却丝毫不影响我的斗志 与此同时 克拉本早已卷好一辆货车 直接朝往我的方向砸来 我也不再保留 直接将魔力汇聚于剪刀之上 只见一个身影闪过 朝我砸来的货车直接一分额啊 随即货车直接应声爆炸 可突然眼前的视线一阵模糊 随后直接倒地不能动态 该死 难道是魔力枯竭了吗 可如果在这里失去意识 之前的努力都将白费了 就在致命一击落下之时 姐姐直接抱着我并大声喊道 不要欺负我的弟弟 随着迸发出巨大能量罩 只要接触到光照的魔物都将烟密 光照更是变成光柱直冲云霄 我看到姐姐不由吃惊 一开始只是以为 姐姐只是拥有巨大的魔物 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变态的天赋 因为重生前已知拥有 这类可怕天赋的只有四个人 而且这个能量罩不仅能保护 还隐隐让我的魔力有了新的突破 就连受伤的地方也在痊愈 可这种强大的魔法 都会伴随着巨大的代价 我连忙询问姐姐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 姐姐回答只是有点困儿 随即姐姐直接倒入我的怀中 我心疼地望向姐姐 好在付出的代价只是魔力而已 并没有危机生命 随后我缓缓放下姐姐 姐姐你先睡会 以后的事我会处理的 直接迸发出的魔力围绕周身 当触手再次砸下之时 我也不再闪躲 而是直接接下她的攻击 她一次次挥舞着触手朝我袭来 可依旧全被我挡下 虽然对克拉本无法造成严重的伤害 但她同样也无法对我们造成伤害 只以我知道未来早已改变 等到十二王座赶来之前 我不会让你碰姐姐一根寒帽 这个男人是比魔物更加邪恶的正义勇者 上一秒为了拯救无数百姓 斩杀灾难经魔物 下一秒就举起手中巨剑指向无辜的男孩 就在此前 男孩与眼前庞大的魔物打得不可开交 也吐槽着守护人类的十二王座 怎么还不来 然而男孩却不知道 他口中的家伙正在和司机吐槽交通补测 忽然一股气息袭来 让他与司机察觉这次魔物没这么简单 随即就接到前方危急电话 告知男人此次出现的魔物为第三灾难经魔物 请尽快支援 男人听到这消息后 反而脸上露出掩饰不了的兴奋 随后下车做热身运动 更是从后备箱中拿出巨剑 司机却十分疑惑 你这是要跑过去吗 这可是需要两个小时的 男人却自信回答三十分钟就够 立马周身更发出磅礴的魔力 紧接着飞驰而出 速度堪比高铁 只剩司机无奈说道 不愧是炎魔 真的是十足战斗狂 不久之后 男人望向前方的魔法光珠 心想能使用这规模的魔法王座都不在附近 看来是有新的面孔出现了 下一秒 男人挥舞手中的巨剑砍下出水 男孩也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等到十二王座 炎魔 江贤哲 天赋 炎魔 能将魔力转化成火焰的天赋 也是被称为炎魔的理 克拉本也察觉不懂 随即潜入水中 而男孩却更加警惕 只因眼前的这个男人 是比魔物更加可怕的存在 只要他感兴趣的事物 他都会想杀掉 只因重生前 炎魔专门找到男孩 那一战打了三天三夜 本来男孩可以拯救的城市 也因此沦为魔物的乐园 就在此时 克拉本用触手打断桥墩 男人倾刻见失去重心 如果全员都掉入水中 那必是一番苦战 就在大桥即将倒塌之时 一队光柱凭空出现 代替桥墩支撑即将倒塌的大桥 随后男人望向盘旋的直升机 原来是十二圣座之一 圣母 条慧玲 相对于游戏中那种叠加爆的角色 圣母更是不加思索 给男人提供属性加成 而眼前男人看向身上的增益 却是一脸的不鲜 没想到条慧玲反而训斥她 你快点去收拾魔物 免得又有人员伤亡 男人随即说道 你照顾好孩子们 我才可以全力战斗 虎惠玲回道 没问题 你快去 克拉本似乎也晓得 奸计没有得逞 想露出水面对抗 男人也不再顾虑冲向魔物 只见男人犹如火神一般 周身包裹着熊熊火焰踏水而行 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小撮火苗与海 克拉本也不甘示弱 准备举起触手向下打拳 却换来男人眼神嘲讽 直接挥舞手中聚剑 伴随着熊熊火焰静止冲向魔物 只见克拉本瞬间被火焰包裹 仅在顷刻间就变成探讨鱿鱼 男孩更是吃惊 这一招就解决了 转眼条惠玲也跑过来 想施展治疗魔法 却发现眼前的孩子完全没有受伤 随即回忆刚刚冲天的光柱 便想到肯定是女孩有此天赋 正当想伸手触碰 却感受到男孩传来的杀气 不准泡泡姐姐 男孩的杀气直接让条惠玲吃惊 与此同时等待许久的救援 也终于来到 第三灾难及克拉本事件 也在此落下了帷幕 男人竟用火焰焚烧自己 并不是他有病 而是因为这是他的魔力十字华 就在刚刚 男孩看向电视中报道的 第三灾难及克拉本事件 也面露愧疚地看向病床上的姐姐 好在此次事件中 姐姐只是体内魔力不足 导致魔力虚脱 本身也无大碍 这一切总算是过去 男孩也为自己努力改变的未来 从心底里面感到喜悦 突然男孩被熟悉的声音喊住 转身望去只见仓促跑来的父母 脸上净显憔悴和焦急 男孩也做好挨骂的准备 然而父母盯着男孩许久 却一言不乏 男孩也低头沉默不言 最终还是母亲先开口打破气氛 询问道 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男孩支支吾吾 没有受伤 父亲更是直接追问姐姐的情况 男孩愧疚地指向病床上的姐姐说道 只是魔力不足身体已无大碍 父亲听到后总算放下心中的石头 转眼还是呵斥 男孩为什么不听话 甚至还去做斩杀魔物的事情 面对父亲的问题 男孩只能低着头说着对不起 毕竟一句对不起 就能换回全家人的性命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只要大家活下来 就是对我来说最好的结果 可当男孩抬头望向父母之时 父亲和母亲脸上并非真正的愤怒 而是满脸的担忧 也并非真正的呵斥 而是对男孩的关心 男孩瞬间也深有体会 失去家人是多么恐惧的事情 毕竟前世家人全都死在魔物事件上 随后口中不断重复对不起 我错了 泪水不争气落下 再次强调下次绝不再有这样的事情 母亲满脸心疼地伸出双手 男孩也静止跳入母亲的怀抱 这时男孩再也不是重生的狂战士 而是真真正正的小孩 这一世总算可以依赖在父母的身旁 次日清晨 父亲郑重告知男孩 要离开一段时间给姐姐办理出院手术 不要乱跑 男孩也信誓旦旦地答应 也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 父母对他的信任下降了几个档次 正当他在期盼等下吃什么零食 身旁一只手竟伸出他想象中的食物 当他看清此人的脸时 却立马愣在原地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 可他却熟络地问起男孩的年龄和性命 男孩也只能为诺地回答问题 直至他话风一转 想推荐男孩上魔法学院 听到这话的男孩瞬间明白他的意图 这是打算从小培养起来 然后再和男孩决斗 就在男孩胡思乱想 男人竟让男孩慢慢考虑 随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圣母朴慧玲早已在病房门口等候多时 她直接问下男人就这么走了吗 病房里面女孩的天赋可是世间罕见 得尽早拉拢 可男人却直接无视她的话 只因如果报到姐姐的天赋 她将无法过上平凡的人生 朴慧玲却吃惊道 难道你是想用那个东西 男人声音平淡地说道 有些事情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走了 我一岁就能凝聚魔力 三岁顶平呼吸就能下退一群恶犬 六岁徒手抗衡第三灾难及魔物 而当母亲问我长大想成为什么 我却没有勇气说出 只因前世的队友皆惨死在我的面前 就在克拉本事件后的第二天 我们总算是来到奶奶家 可被邻居说晕倒不起的奶奶 居然在门口迎接我们 而且还是和善地看着熟睡中的我们 等我再睁开眼时 我的姐姐竟然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浮在我身上 好不容易挣脱姐姐的纠缠 结果却被眼前的一幕给整个无语了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姐姐是亲生无疑 随后我悄悄地给姐姐盖上被子 偷偷地溜出门外 准备一个人在院子中思考自身 只因我察觉自从克拉本事件后 魔力上升了几个档次 不由地想到是与重生前的天赋有关吗 重生前的我 天赋名叫狂战士 只要消耗魔力越多 身体的力量和魔法效果就会越强 然而也会因此逐渐丧失理智 变得非常疯狂 不禁想起此前劈开汽车的画面 那时的我并没有因此失去理智 难道是我没有认真的去理解狂战士的本质吗 忽然奶奶不知何时来到我的身边 更是温柔地给我披上毯子 怕我着凉 我也不由地望向我奶奶 想着她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人 可是奶奶望向我的笑容 忽然使我的小脸硬 果然不管我现在是36岁还是6岁的小孩子 在奶奶的面前都是小孩的模样 不知何时靠近的母亲 递着热牛奶吓了我一跳 喝了母亲送来的热牛奶 简简单单和家人唠唠家常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妈妈也借此说出自己的担忧 从接到电话的那一刻 真的十分害怕 奶奶却讲述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 当时的奶奶是梦到了爷爷了 爷爷让他告知我们千万不要过来 这让重生的我听到都猛了 这真的比我重生还要离奇啊 奶奶抚摸我的头说 刚刚我也梦到她了 是她叫我出来看一只漂亮而孤独的鹿 结果就发现我坐在这 与此同时妈妈也说道 刚刚她也梦到爷爷把一坡鹿送到她的手上 至于其中的寓意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是有新的家庭成员加入 谁知妈妈突然话锋一转 请问起来我长大想成为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下意识想回答 狂战士 可这又让我想起上一世 一个个队友都死在我的面前 而我却无能为力 妈妈似乎也看到了我的异常 暖心的安慰我 怎么了 我只能含糊其词的回答 没什么 还没想到呢 奶奶更是暖心的告诉我 银河还小 有些时候该吃吃 该喝喝 那些事情长大后 你就慢慢会知晓的 奶奶 这不就是让我随意的活着吗 不过 这不正体现出家人对我的关爱吗 要是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那该多么好呀 可我没有预料到 就在不久的将来 还有更大的危机在等待着我 她是大陆最强的不败狂战士 可如今却成了女孩们的玩具 转眼幼稚园中 我从没想到一世英明 性毁在几个女孩的手中 这该死的羞耻感是怎么回事 一旁金智敏更是添油加醋 没有血统的土狗 扔出去算了 我瞬间呲牙连嘴朝向她 却被她威胁你是想挨骂吗 原来罪魁祸首就是幼稚园的老师 掰不过大腿的 我只能趁他们不注意 静悄悄地溜走 可眼前的这个女生 却引起我的注意 好奇心驱使我问她读什么 没想到居然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全集 不由联想到最后夏洛克 和莫里亚蒂教授 一起掉进步步死去 可说完后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剧透 小妹妹提到此处立马愁闷不斩 我随即抱歉告知 夏洛克没死 后面再次活着回来了呢 听到此处 小妹妹更加委屈 紧接哭了起来 我又意识到自己放错误了 只能不断道歉赶紧走开 不知不觉又被男生的游戏吸引 原来大家是在玩勇者游戏 然而场中央的男生 察觉到我的出现 紧接着想要不自量力挑战我 而我却在男生们 推置人群中央 他更是嚣张地拔出剑指向我 你和我之间 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 身后的男生们 更是起哄要求打败 和女生关系好的我 就连死对头敏志这时候 也对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就连原先的妹子 也站在我的对立面 虽然不是特别希望 大家为我加油 可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小混混可不知道我的内心戏 直接提剑朝我静止冲来 其料她的攻击在我的眼中 就是不堪一击 瞬间木剑在空中盘旋 只剩一道身影闪过 战果不言而喻 小混混更是戏剧地给自己加戏 我还会再回来呢 瞬间倒地不起 紧接着大家向我投来崇拜的目光 我也配合性宣告决斗结束 随后我就被选举出 作为拔出王者之剑的战士 心想气氛都烘托到这里 怎不能坏了这些臭小子的性质 最终我羞耻地成为 大家眼中的狂战士 转眼某个公园一角 遗落到手机上报道着 请广大市民注意 有两只第七灾害及魔物哥布林逃离 有目击哥布林的市民们 请尽快报警 当六岁的孩子 对上传说中的哥布林魔物 他们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在幼稚园中 我的运气有这么差吗 让我来玩捉人游戏 精灵志我第一个就捉你 身怀魔力的我 直接绕过就近的男生 静止地跑向精灵志 紧接着反应不过来的精灵志 瞬间被我捉住 他也因此感到愤怒 更加扬言不会放过我 可我会被你抓到吗 可下一秒 我就停下脚步站在原地 杀气 这里怎么会有杀气 随即不再理会精灵志 开始观望四周 紧接着一个奇特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面前 第七灾害及魔物 哥布林 面对瘫软在地的女生 哥布林果断挥舞手中的斧头 可一块石子突然将 哥布林的斧头击飞 好在及时制止 忽然身后还有一只哥布林 朝我冲来 且被我以巧妙的角度躲过 握紧竹签的我 意识到得赶快解决战斗 就在此时 忽然被隔壁一阵扫把拍打声吸引 没想到老师一扫把 就把哥布林扇飞 更是扔出扫把机飞哥布林 趁我没注意 直接扛起我们就跑路 我还以为老师是个高手呢 背后哥布林打算凌空追击 其量我早已蓄理 紧接静止弹射出去 只见哥布林凌空倒飞开外 见此我也算是松了口气 转眼老师气喘吁吁 带着我们逃离到教室 可金领志却喊道 小混混和何阳都不在 就在老师们商量怎么办 我早已从后门溜出 领气名神 直接开展魔力赶至四周 赶知道他们离我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暂时没有危险 我得尽快解决另一只 与此同时 哥布林也在寻找目标 你是在找我吗 来吧 哥布林直接附身冲刺 挥舞 却被我弯腰巧妙躲开 紧接借助墙面绕其身后 顺势背后一击 哥布林也吃藤灰无腐 只见我借力凌空 握顶手工刀 紧接顺势给予致命一击 哥布林也化作精 掉落出一颗宝石 看来这个也不能再用 不管是谁 敢把脚伸入幼稚园圆 我必将让他付出代价 小混混 何阳 千万不要有事 忽略了无数的地下城 也成为大陆最强的狂战士 可如今重生的我 难道连我的人都做不了吗 与此同时 哥布林正挥无手中的 斧头玉小麾下 何阳更是奋不顾身地 想将哥布林推开 没想到周边的魔力 竟然在手上汇聚 竟真的将哥布林 推至数米开外 两人更是颤颤巍巍的站起 紧接小混混 不管不顾拽着 何阳的手逃跑 静止地跑向前方的架人 小混混更是先示意 何阳先往上爬 可是背后的哥布林 紧随气候 小混混见此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拿出此前决斗用的剑 在大人赶来之前 我来对付他吧 何阳见状也规劝小混混 别这样 赶快上来 小混混不由联想此前 阎魔斩杀魔物的英姿 今天誓死成为 像阎魔一样的英雄 可手还是不争气地在走 就在此时 哥布林高举斧头冲来 小混混更是闭眼灰剑对他 其量小混混的剑 轻松就被击飞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他都做好丧命的准 可我却只身挡在他的前面 做得很好 你现在是真正的男人了 不然哥布林想凌空一击 我随手一剑灰去 直接断旗一臂 紧接双手持剑一踢 只见哥布林化为金子 直接掉落一颗宝石在身前 简直不自量力 堂地当车 随即想华丽地转身 其量他哭着撞到我的身上 我不喜欢男的 我兴趣像正常 你走开啊 不来 我也不喜欢小女生 何况现在是白天 就这样 我莫名化解了幼稚园 哥布林入侵事件 随后不久 有关部门人员也赶到幼稚园 其中的一个负责调查的人员 仍是无法相信 不管怎么说 哥布林都是第七灾害级魔物 必须魔法附魔的武器 或者强力的物理攻击 才能击杀魔物 听此我立马转口 告知他们是相互残杀 其中一个是受很严重的伤 才被我误打误撞击杀的 调查人员听此说法 虽然很牵强 但也只有这种可能 第二天 相关领导还特意为 幼稚园哥布林入侵事件道歉 并专门召开表彰大会 刻意给我重点表扬 以及颁布警方 老师和同学们更是为我不断 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父母要是知道 我再次挺身涉嫌 肯定又是狠狠地呵斥 这分明就是给我公开处刑吗 从出生起就被视作为异类 只因他的外貌与魔物极其相似 无论去到哪里 都会被众人憎恨排挤 转眼我也不入小学生活 金敏之还是和以往一样 真的是连个自我简介 都能说这么多 就连班主任也觉得 他太适牛了 转头示意我 开始自我介绍 我叫卢银河 高启强幼稚园的堂霸子 以后好好相处吧 这介绍就连附近的小伙伴 都高看我一眼 看来我们银河真会开玩笑 那么下一位是郑和阳 只见和阳腼腆害羞地站起 见此我不禁回想此前 去和阳家里面发现的一件事 和阳诚挚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 果然女儿颜值不低 父亲也一样帅气 正在我还思考 似乎在哪里见过他的父亲 却被他叫到想喝什么饮料 要杯广东沙士可乐就好 瞬间大家被我的口味惊呆了 可当小伙伴们看到 桌子上的美食瞬间乐开了话 仅为几块食物甚至都蒸起来 这是得有多好吃才炒起来呀 可就在我喝下的瞬间 我的血液 我似乎能听到 我体内血液奔腾的声音 既刺激且甘甜的独特滋味 真可谓是极品 这是能给人带来 恢复魔力的药水呀 和阳被我的反应吓到 更是走过来询问 没什么 真的很好喝 和阳 你的爸爸叫什么名字 我的爸爸姓郑 名字叫西勋 听此我瞬间两眼发光地靠近和阳 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相处呀 这回可是捡到宝啊 他可是在不久的将来 能掀起这个经济市场革命的人 能从财道提取魔力的天赋者 所创办的爱丽丝集团 更是全球经济榜排行第三 可我没听说过正西勋有女儿 难道是因为我在哥布林入侵事件 救了和阳 改变了未来 和阳 从今往后如果有人欺负你就说出来 不会放过他们 随后画面一转 现在和阳更是开始大胆地介绍起自己 也表示自己有点社苦 但还是很乐意和大家结交朋友 听此我更是对此竖起大拇指 对此老师也指出和阳勇气可嘉 可接下来介绍的这位同学 却直接颠覆同学们对世界的认知 只见小巧挺伐的耳朵 悠长蓬松的尾巴 身旁的同学更是在小声议论起来 只因他是亚人 从小受到魔力的影响 因此发生基因突变的小孩 却受到大多数人所憎恨 只因他们外貌是与魔物极其相似 以至于他显得更加内敛介绍 可相对于他 小混混更加自信抢先介绍 你好 我叫崔银鹤 喜欢挥剑 目前跟队长学魔法 就连旁边的同学都在好奇谁是队长 紧接银鹤竟直接指向我 还得意地说出我斩杀哥布林魔物入侵事件 老师见状直接转变武器 银鹤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 真的是躺着也中枪 崔银鹤 从今天开始我要给你魔鬼训练 从出生就被定义为不祥之人 只因他从小受到魔力的影响 以至于他走到哪里都遭受非议 即使他在上学打饭的时候 都会被身后同学们小声毅力 当他想找个座位拼桌的时候 甚至都没有同学愿意与他拼桌吃饭 而眼前这一幕 直接让我不由回想起此前 同样是一个兽耳的亚人 他的实力十分强大且善良 岂料一只螳螂魔物从后偷袭 直击亚人腹部 哪怕我倾尽全力阻挡了攻击 甚至还将螳螂魔物击杀 也还是无法拯救他 即使他在临终之时 还在告知我 亚人也不全是坏人 有很多人都是天生善良 但他们因外貌却饱受非议 希望我能继承他的理想活下去 一定要攻略完全部的地下场 这样亚人会受到公平的对待 重生前的我最终还是没有做到这一切 迎客 给我弄个座位吧 只见我走过去瞬间抽过餐盘 跟我来吧 他却十分诧异我的举止 甚至还拉着我的衣袖 告知我要是帮助他的话 也是一样饱受他人非议的 没关系 我的朋友们都给您安排好座位了 金敏智这次居然也帮我说话 虽然银河很粗鲁 但还是乐于助人的 何阳更是把自己的大麦茶地给他 快喝 这大麦茶真的很好喝的 只见他不管不顾一口气喝完 随即居然莫名地哭了起来 不要哭呀 为什么要哭呀 吃完午饭后 正好想让大家再次玩捉人游戏来练习魔法 也提示他们可以压住魔力 隐藏气息 或者是使用魔法提高自身能力 希娜却表示自己不会运用魔力 却被金敏智告知你只要用你的运动神经战胜他就可以了 定下不能进入大楼 只能躲在周围的规矩后 我开始了倒计时 98 97 96 我要开始了 几里脚茶的时候就剩下希娜和何阳未发现 可何阳这控制能力也太强了吧 那只能先从希娜捉起 你只见我下一秒顺身飞奔 打开一旁的草堆 希娜见状果断溜走 就在离抓希娜仅剩几厘米的时候 他进纵身一跃 直接让我扑了一空差点摔倒 我已经发现你了 你这也太耍赖了吧 瞬间小伙伴们爆发出魔力强化自身 只因他们是被发现不是被捉住 看到这一幕 我头都大了 那我就一定捉住你们 而屋顶的希娜更是深情地望向我 转眼何阳似乎没听懂规则 竟进入了大楼 随即解开对魔力的压制响走出大楼 却被眼前的书籍所吸引 甚至还发现一本红色封面的书籍 随后不久 大家也随着魔力找到此处 却看见何阳坐在老爷爷腿上看书 我气不打一出来 说了不能进大楼 下次去哪里要提前说一声 随即向这位老爷爷示意十分抱歉 我们要回家了 老爷爷也十分感慨地答应送我们回家 可谓这瞬间被他们霸占 望向离开的车辆 我也没有错过啊 为什么不打我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 这不过是一场意外 一次袭击 一个简单的魔物入侵 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然而这一切还得从学校春游说起 老师面对嘈杂无序的学生 只能寻求刚上任班长的陈氏呢 还有满是黑脸的我帮助 主要都怪迎合那个臭小子 推选我做副班长 紧接大家开始人生以来第一次春游 甚至还相互讨论起来各自带的午餐 与此同时 悲催的男人不断狂奔 却没成想被脚下的树枝给担保 第七灾害即魔物 地狼狼 第六战祸即魔物 地狼狼王 还是没有摆脱成为魔物午餐的下场 狼王更是示意族群继续南迁 转眼我也没想到春游还要爬山 还专门跑到北汉山这么远的地方 北汉山 不会是那个北汉山吧 结果刚刚才说完 树林深处竟走出了一头地狱狼 无视眈眈地盯着众人 静止地朝精灵之扑去 只见我顺身一记飞踢地狼狼腹部 直接击倒地狼狼 紧接手持咔子 紧一击就直接击杀地狼狼 然而这一举动吓得小伙伴们一跳 就连银鹤都感觉我变了一个人 确实如此 只要我面对魔物的时候 我就变成重生前的狂战士 从现在开始大家要听我说 地狱狼是群居魔物 他们从来不会单独行的 迎合你们赶紧往山下走 如果看到有人 就叫他们打电话给战士 安排好众人离开后 来到角落挥洒和阳爸爸做的饭菜 希望饭菜上附带的魔力 可以影响地狼狼的判断 那么游戏现在开始 瞬间周身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场 脑海中立马浮现出狼群 与小伙伴们的位置 紧接着不断跳跃前进 望向前方乌云蜜蜜 不由感叹这是得有多少只 预估自己目前只恢复 重生前的一半实力 够带着和阳爸爸做的柚子茶 应该是可以硬子的 不然前方传来奇怪的声音 一群地狱狼正在享用自己的午餐 使得我一个人跳跃瞬间击杀 随即狼群瞬间四散戒备 我直接无视狼群 看向战士方向 齐腰间的短剑引起我的注意 离起长剑 这把短剑更加适合我 转身叫嚣你们还愣着干嘛 过来啊 就在此时 就近的地狱狼直接凌空哭来 我瞄准其腹部就是直接一击 随即目光一红 紧接着一道蓝色无线闪过 瞬间击杀一批地狱狼 另外一只地狱狼想从后背偷袭 几辆弯腰顺势躲开力爪 反身直接给予致命一击 狼群见此更是前仆后劲 只见我一掌拍地剑引 顺势弹飞在高空上 将魔力蓄力在短剑制上 紧接着横爽开外 疯狂微真 瞬间狼群死伤惨重 随即更是拔剑横扫 在狼群中肆意游走 更是在空中打出强大的五星光芒应急 仅存一阵巨响 地狱狼群无疑幸存 我只是想简简单单的生活 可你们总是来惹我 那么你们今天都留在这吧 就在刚刚 高冷的陈诗纳在刷着视频 可下一秒 这里的狼狼的意识 是错 听一阵枪声响起 地狱狼立马瘫倒在地 只见我左边持枪 右手持剑缓缓走来 随后我也示意他紧早离开 其料他静后无言耻地拽着我手臂 随即我转身冷眼警告 一句话我不会说第二遍 放手 只见他颤颤巍巍地松开手 随即我便告知他 你的保镖受了重伤 在不远处等待救援 至于这手枪就卸过了 紧接不断跳跃前进 更是望向树林的深处的黑雾 在树林肆意狂奔 立马就出现在地狱狼群上跑 地狱狼狼见状立马口 想借此扰乱我的视线 只见我一记横走 紧接空中不断出现冰针 狼狼见状直接后撤 随着冰针不断落下 顺杀一众未躲开的狼群 狼狼见此 地狱狼们听到后 竟想从背后偷袭 我紧用一个侧身躲开立场 顺势直捅其父母 紧接抽身摆好射击姿势 直接击杀地狼狼 远处地狼狼们立马蜂拥而上 竟在数秒间 周身以为满狼群 我丝毫不去提剑上前 只见一个失影神 小伙伴们在逃往的路上 竟遇到分岔路 随即和阳开启感知 示意左边的道路 拥有强大的魔力 随即大家向右路逃出 可还是怎么也避不开这魔力 只见前方出现庞大的黑雾 其中更是伸出锋利的力道 其被部长满尖利的被子 从黑雾中 缓缓走出一头 满嘴獠牙的幽冥狼 紧接他对天长笑 小伙伴们立马就被狼群包围 只见银鹤手持树枝 努力回想之前 我所传授的技巧 可狼群却等不了 立马向银鹤冲来 面对冲来的地狱狼 银鹤与其一个对面 背部就受到严重的抓伤 地狱狼们更是肆意狂奔 一头地狱狼咬住树枝 另外一头地狱狼抓银鹤父母 紧一个照面 银鹤就已是伤痕累累 可银鹤还是切而不舍地 站在女生前面 只因我不再是此前的怒夫 我要成为 成正的英雄 28岁的孩童 遇到百年一遇的兽巢 为此感叹自己的拳头 能有这威力 怎料瞬间就被地狱狼击飞 直接倒在坚硬的岩石上 就在银鹤要被地狱狼吃掉之时 是那健壮不由的哭起 心中也不断祈祷 无论是谁 求求你啊 救救他吧 紧接着他双手合十 周身迸发出强劲的魔力 煞士不断四散开外 随即一股股威风 从地狱狼身旁掠过 小伙伴们周边 瞬间笼罩起一个防护罩 防护罩周围 更是不断刮起树女刀的龙卷狂 直接将一众狼群掀起 只见一名红发女子 悬浮在天空中 随后踏空而行走向伙伴 要是我在此处的话 必定会认识到这个女子 就是十二王座之一 兴风 深锐英语 他转身看向幽冥狼 示意小伙伴们闭上来 随即伸出左手 紧接用力一握 两股龙卷风汇聚在一起 静在顶刻之间 白色的龙卷风染成了红色 缓缓随风飘去 小伙伴们的防护罩也开始消散 为此还担心小伙伴们受伤 专门扫描了一下 却发现四人都拥有魔力 和阳的魔力竟都能成为 十二王座的选手 同时也示意这里十分威胁 可以和他的同伴下山去 只见一旁拥有机械臂的男子 红树林防寒斗 可银鹤却告知 我的队长还在战斗 麻烦救救他吧 你们的队长 与此同时 面对第六灾祸及狼王的我 直接掏出此前 和阳爸爸做的柚子茶 来吧 你们今天都得给我留下 紧接着顺身冲到 就近的地狱狼身前 直接横扫短剑 周边的地狱狼 尽不要命地奔来 我立马汇聚魔力于短剑之上 只见一道电弧 从狼群中闪过 一众地狱狼皆倒地不起 场面上立马就是 圣我与狼王逆立于现场 我再次俯身冲刺 并用重生前的强化 只要短剑 瞬间就被狼王咬住 紧接赶紧用手枪射击 没想到狼王竟蓄力 火焰于口中 立马横发出枪杆 却被我以巧妙的角度 紧接着凌宫 对其捕了几发子弹 落地之时 更是用短剑击杀 双方再次形成 剑拔弩张之势 当我被迫双手持剑 准备开始展开肉搏战 狼王竟在周身凝聚出 黑色法球 跟我玩起了远程战 重生的狂战士 陷入无尽的疯狂 你想躲到哪里去 再玩一会 就在此前 就在我打算 与狼王展开肉搏战之时 狼王竟将 中生数的法球射出 面对飞驰而来的 黑色法球的魔 紧接着连续挥剑斩断 我立马判断 这个黑物并非毒 随即果断将 魔力赋予短剑之上 与其展开剑拔弩张之势 几点狼王瞬间 喷发出强大的火焰 我紧忙用剑抵挡 拿掉此前魔力消耗过多 瞬间就被狼王的火焰 不断击飞 好在即使把魔力 用在防御之上 差点就交代在这 这感觉仿佛 从生前拼死一战一样 那么这一次就疯狂到底了 瞬间就先弄出强大的火力了 瞬间来到狼王身前 立马灰无底剑 横扫断其一臂 再次快速冲刺 狼王瞬间立起防护转 紧接用黑物将自身笼罩起来 可你以为这就能躲起来了吗 从一开始 就说过 必须死 只见狼王瑟瑟发抖 无情地挥下手中的短剑 狼王瞬间苟呆 我也松了一口气 仔细看来今天的落日格外美丽 随即视线模糊 我也因魔力消耗过大 晕倒在地 关于这场北汉山狼群南迁事件 也随着狼王的消失 一起烟消云散 我一岁就能凝聚魔力 六岁徒手抗衡第三灾难及魔物 八岁即可单挑数以千计的魔狼 如今竟然有人敢威胁我 就在此前 我因亲近魔力击杀狼王 同时也晕死在现场 等我再次睁开双眼 没想到竟然是他救了我 心里不由嘀咕 没想到这次事件 连十二王座中的心风都来了 他也不拘束直接对我进行了试探 你怎么会晕在那里啊 我逃跑慌不择路 自己都不知道去哪了 哪料他直接靠近我说道 其实狼王是迎合你杀的吧 姐姐真会开玩笑 我还是小孩呢 难道幼稚园哥布林那事也是偶然吗 其实你也不用隐藏 毕竟你使用的短剑上 还有你的指纹呢 看来他十分笃定是我击杀的狼王 那我们做个交易吧 看到我也不装了 他十分好奇一个小屁 还能有什么可以交易 我可以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信息 画面一转 只见心风缓慢走出医院 一脸凝重地向司机说道 马上调查单军集团的 所有女性继承人 是否和我丈夫有关 原来就在此前 我把重生前和心风有关的事 都和他透过 并慎重地提醒他所管辖的江南区域 可能会有第八灾害及魔物的出现 不要因为等级低小瞧他们 不然是会出大事的 对此 我也希望姐姐能够兴守承诺 我以后会一直是普通的小学生对吧 转眼第二天 全揽了下来 相关领导对此次事件 也表示深深的志气 以平息此次事件中王者家属的愤怒 转眼几个月后 也迎来了希娜的生日 小伙伴们也纷纷送来礼物 可转眼大家聚在一起 似乎在密谋些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找些奇怪借口的匆忙离开 只剩下希娜一个愣在原地 转眼就来到晚上 直到希娜回到家 才发现原来大家是给她准备生日派对呢 希娜更是被大家的惊喜感动落泪 在大家的祝福中 她许下有生以来的最幸福的心愿 然而金敏智凝重地拉我到角落说道 是不是在春游的时候得罪了事呢 她可是KK集团老总的女儿 你最近小心点 没想到你这小妮子还会担心我呢 你快去吃蛋糕吧 等到金敏智离开之时 只见叉子被我紧紧地握在手中 不管你是谁的女儿 如果敢碰我的家人一根寒帽 我都会将她砸得细死 男人一拳就打得对方满地爪牙 对方不但没生气 还预于凤城地鼓掌起来 就在度过魔狼入侵事件后 学校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校运会 银鹤也嘚瑟自己突飞猛进的魔力有用武之地 甚至还扬眼等下比赛必拿第一 可我却不以为然 转眼裁判喊着各就各位 银鹤竟卑鄙地将魔力附身在双脚之上 自听中的一声 银鹤如火箭般地飞驰而出 远远地甩开一众同学 可即将快到终点之时 只见她的视线开始模糊不清 瞬间就摔倒在地 脸杀至终点前 见状我并没有惊讶 只以我早就预料到她控制不好魔力 随后银鹤被救护人员搬走 接下来大家也步入午餐环节 与众不同的是 这次校运会来了许多家长抬头 就连我的邻居 朱莉和布鲁诺夫妇也来参加 大家也开始彼此分享各自的午餐 却意外发现 和阳爸爸旁边的女子 总是似曾相识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可就在此时 士纳拉着她那个KK集团的老总爸爸 指着我打起了小报告 我是没想到因为这件小事 士纳还专门叫她爸爸来 不过是个小小制药公司的老板爸爸 士纳爸爸听此举手 想给我个大嘴巴子 却瞬间被我的威压吓了 我反手就弹开她的手掌 然而这一举动似乎触碰她的底线 立马更加愤怒地挥拳朝我打来 可下一秒 只见父亲进一拳打在她的面门上 你敢动我的儿子 他立马恼羞成怒叫保镖抓住我和爸爸 就在我准备要动手之时 父亲竟然说这次事情 他能自己搞定 你是KK集团的陈英云社长对吧 看来你是忘记我是谁了 只见父亲眼镜一戴 头发一扎 现在你认真看清楚我是谁 天狼星的卢科长怎么在这里 只见士纳爸爸点头哈腰地抱歉 我见状都不由愣在原地 原来父亲所在的公司 是全国经济榜第二的天狼星 是专门生产魔力装备和汽车的公司 看样子父亲应该是能直接影响KK集团的人物 士纳爸爸也开始示意士纳赶紧道歉 可士纳从小骄纵从未受过如此侮辱 立马就撒腿跑开 父亲见状也就此作罢转身离去 随后不久父亲轻轻拍我的肩膀 蹲下握紧我的双手说道 其实你从来不是一个人 如果下次还遇到这事 家人永远是你坚强的护盾 起初我只是想在克拉本事件中救下家人 然而我没想到未来竟在悄无声息中发生改变 就在此前 姐姐趁爸妈不在 专门带我跑来林林商场购物 为此还叫上隔壁的邻居 朱莉 布鲁诺夫妇陪同 可看向如此大型的商场 还没开始购物 我就开始感到疲惫 而且我老是感觉这邻居不紧 这布鲁诺真的是普通职员吗 周身上下竟没有一丝魔力气息 正当我想用魔力查看 他似乎有所察觉地转身询问我怎么样 我急忙转移话题说姐姐去哪了 只见前方人群中早已没有姐姐和朱莉的声音 拿掉布鲁诺竟毫不担心地拿出手机 只见手机上装了定位软件 这直接给我整个大吃一惊 这让我更加怀疑布鲁诺大叔了 他也不多加解释地带着我一起去找姐姐和朱莉 可就在此时 擦肩而过的一名男子引起我的不误 这人身上的魔力和这手臂上的纹身 这不拥兵无名怎么会在这 这时布鲁诺也发觉还有三个奇怪的家伙 我连忙询问是哪几个 那个穿蓝色运动服的男子 还有那边那个光头男子 最后一个就是坐在角落的东茂展 听此瞬间三个魔力法球凝聚在我的手上 立马从不同的角度飞散击去 三个人见状迅速做出反击 紧接开始不断向四周观望 我随后更是尾随其中一名光头男子 只见他从口袋中掉落出一颗魔法石在地面 魔法石瞬间爆发出强大的魔力 商场四处开始不断接连涌现出魔力 魔力竟在商场中央汇聚成一个传送门 紧接传送门瞬间涌出各类强大魔物 商场的群众也开始不断四散跑 见此情形我都愣在原地 只因这从生前根本就没发生过商场袭击事件 这是一扇能传送世间魔物的传送门 其实从生前的我也无法预料此门的出现 看着不断涌出的魔物袭击 直接把我吓得愣在原地 没想到此时身后的魔狼竟趁此偷袭 我立马意识大事不妙 好在布鲁诺进一拳击倒地狱狼 紧接安慰我要冷静 振作起来 随后拿出手机向姐姐们的位置移动 可下一秒就停在原地 只因前方出现一个东帽男子男路 我立即判断此人至少C级以上的实力 正当我思考该如何快速应对 只见布鲁诺大叔一拳就把对方干趴下 我就知道布鲁诺大叔不简单 没想到这么强 就在布鲁诺想挥手打晕对方之时 只见我一脚踢爆对方小鸟 对方瞬间口吐白沫晕倒在地 不用绑啊 我们尽快去找朱莉和姐姐吧 与此同时 姐姐看向慌忙逃窜的群众 立马摒弃宁神于眼睛之上 在此睁开眼时 瞬间四周魔物无处遁形 紧接姐姐开心地想告知朱莉 可朱莉却紧张地看向姐姐 只因姐姐背后扑来一匹魔狼 朱莉急忙拉住姐姐的手 瞬间一记横扫中击地狱狼 她转身告知姐姐赶紧找地方躲藏起来 拿料一群地狱狼前扑后继地重来 只见朱莉瞬间凝聚魔力于手上 直接瞬射出三发魔力球 却被地狱狼巧妙躲过 甚至其中一匹地狱狼静止扑向姐姐 起料姐姐瞬间急事躲闪 紧接来到魔狼侧面一记飞踢 直接将其踢飞楼下 姐姐还开心地看向朱莉 拿料地狱狼瞬间将朱莉和姐姐团团包围 见状朱莉立马告知姐姐用尽全力往电梯跳去 下一刻 朱莉和姐姐直接飞奔开外 好在有魔力的加持下 双方平稳地落地于电梯之上 可地狱狼不会简单放过两者 不知朱莉从哪里拿来的铁锹 赶身一记同体 直接将树头地狱狼击飞 我立马通过掉落的地狱狼 发现姐姐和朱莉所在的方位 紧接在倒地的雇佣兵上搜罗兵器 总算在不懈的努力下 寻找到一本适合自身的物件 然而布鲁诺布鲁会往 直接望向眼方说道 看来他就是本次事件的幕后主使 我瞬间脸色一沉 布鲁诺大叔你去救姐姐们吧 那交给我 这俩男人做了所有男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他们竟然敢对男主的姐姐和阿姨想路非非 甚至还步步紧逼着墙角 然而朱莉和姐姐见状都示意对方先逃 自己留下殿后 就在双方产生争执之时 齐料其中一个西装男静早已溜至姐姐身后 朱莉见此急忙抡起铁锹 越想挥下 听空的一声 瞬间子弹将朱莉的铁锹击飞数米开外 持枪的男子更加适宜朱莉的对手是他 西装男健壮步步紧逼姐姐 直至把姐姐逼到墙角 好在姐姐瞬间弯腰下蹲及时跑开 齐料还是被男子抓住手里 姐姐立马爆发魔力 瞬间将男子逼退 打料男子丝毫不惧提刀上前 好在姐姐魔力形成的护盾坚硬 男子在尝试几次攻击无果后 只能无奈将小刀丢起 姐姐见此也露出喜悦的笑容 可下一秒只见男子的手臂伸入步骤之内 直接一把抓住姐姐的手段 并且嚣张说道 如果连这种等级的防护罩都突破不了 我还当什么雇佣兵 就在此时 一双手在远方蓄力 手机一束强大的火焰从朱莉手中射出 火焰静直地冲向男子 好在男子急忙生成护盾抵挡火焰 然而此举同时也暴露了朱莉的位置 爆炸声也吸引此前的冬孟男子 朱莉连忙转身一发火焰 纵使如此强大的火焰打破护罩 可还是因此失去准心 只是一个简单的擦伤 与此同时 姐姐被西装男子追到无处可走 西装男继续步步紧逼 只见姐姐附魔于脚上 跳至货架顶部 紧接拿起商品就扔向西装男 趁其打开护盾防御之时 立马跳跃空中 形成强大的护罩想再次逼退西装男 起料这次西装男反应及时 双方的护盾产生巨大的碰撞 姐姐借力再次凌空 想再来一次护罩攻击 谁曾想男子一技龙着手 姐姐立马意识这招不能再用 立即回想刚刚朱莉使用的魔法 瞬间就蓄力魔力于手上 只见一个魔法弹从姐姐手上飞出 瞬间来到男子的身前 紧接出现一阵强光 瞬间发生剧情 这个女孩从诞生起便拥有世间最强魔力 甚至连第三弹弹级魔物都不敢靠近 然而这股力量同时也在摧毁她 就在刚刚 姐姐释放出强大的魔力弹 射向身前的雇佣兵 紧接着引发一阵巨响 随即姐姐挥舞棒球棍冲向东茂南 然而东茂南部家里会 反而施展束缚魔法缠绕对面的朱莉 更是绕其身后直接一记损红 随即示意姐姐不想怕受伤 就不要乱抖 随后只听风的一声 姐姐瞬间被身后雇佣兵摁倒在地 立马感觉自身开始恍恍惚惚 不行 我还不能倒下 紧接一股强大的魔力 从姐姐的身体迸发出来 就连雇佣兵也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魔力 雇佣兵意识到 照这个趋势发展是会爆炸 都冒难见此情形 果断一刀捅进朱莉腹部 紧接躺起朱莉对着姐姐说道 你这疯子想玩爆炸 你自己玩吧 借此雇佣兵掉其身后 紧接一拳打在姐姐的头上 随即眼神开始迷离起来 一股声音从姐姐的脑海中出现 你渴望力量吗 我可以给你力量 你真的能给我力量吗 随即此时却想起银河的声音 只因此前银河专门交代 这股力量十分威胁 不可以使用 对不起 银河 现在我也想成为保护大家的人 紧接姐姐防缓站起 雇佣兵似乎也意识到不对劲 连忙挥拳 给我力量吧 我现在就需要力量 然而此时一记拳头 从姐姐的后方把 紧接雇佣兵瞬间倒飞开外 只见布鲁诺脱开外套 直接劈在姐姐的头上说道 你已经很棒了 剩下交给我吧 只见布鲁诺瞬间来至身前 紧接一拳 摁倒都貌难接住朱利 随后缓慢放下朱利 你先歇会 我很快回来 就在此时 雇佣兵提刀想从背后偷袭 起料布鲁诺反身挥拳 直接将其击飞 我正想找你算账来着 紧接附魔于拳头之上 直接砸向这个万恶的雇佣兵 我现在就把朱利和姐姐受的委屈 连本带立地拿回来 当八岁的学生 对上传说中的雇佣兵 他们究竟会产生 怎么样的血与腥风 然而在黎明商场仓库内 一众雇佣兵在等待 无明发号施令 然而无明也示意大家 尽快撤离 却被一阵稚嫩的声音叫住 你能不能注意一下我呀 无明瞬间一股冷意涌上心头 然而其中一个雇佣兵 却走上前来 小孩可不能随意跟着陌生人 下一秒 进化迎庭 世界和平 此举瞬间吸引 一众雇佣兵的注意 不好意思 刚刚没控制住 然而似乎这句话 好像触碰到雇佣们的底线 纷纷欲提刀前进 却被无明提醒到 这个小孩不简单 切勿轻举妄动 随即我更是嘲讽起来 你们还怕一个拿到的小孩吗 有没有带把子呢 雇佣兵再也忍受不住 瞬间蜂拥而上 直接一道身影 从人群中闪过 瞬间雇佣兵倒地不起 你可别想着逃跑 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 无明也意识到 此子不能小去 紧接着释放出强大的魔力 顺身来到我的身侧 直接一记横走 却被我一个跳跃轻松躲开 顺势附魔于腿上 一记颠腿扫气头部 却被无明用手挡住 瞬间双方拉开距离 无明再次爆发出强大魔力 随即再次近身一记横走 却被我弯腰轻松躲 紧接一记扫堂腿 攻其下滚 顺势纵身一跃 你放心吧 我可不会杀你 画面一转 救援队与战士纷纷赶 就连十二王座 兴风也赶在现场 我也示意这人 就是此次商场 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 等一下你先别带走他 我之前就对他的长相很好奇 可当摘掉眼镜后 我瞬间吓得弄在原地 还是戴着眼镜嘛 我早餐都快被你搞出来了 太乐心了 就在此时我被一阵脚步声吸引 太好了 大家都没事 与此同时 一名菊发男子也关注着 此次商场袭击事件 甚至将目光投向幸存的我们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意外重生回到幼年时期 为此我在第三灾难级 魔物事件中拯救家人 在哥布林入侵事件中拯救伙伴 在北汉山狼王事件中减少伤亡 尽我所能地改变未来 也庆幸一切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姐姐的一句话 差点让我被枪死 什么 姐姐想成为一名战士 我立马示意绝不同意 你当一名战士太危险了 不适合你 可我也想成为一个 可以拯救大家的人 我不喜欢站在别人的后面 什么都做不了 然而此时 母亲的话打破我俩的争执 嗯呀 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吧 父亲也随即表示 姐姐要好好表现 听此姐姐连忙报警母亲 然而深知战事高峰险性的 我陷入了深思 与此同时 在某处大厦中 一名男子正在分析 此前的商场袭击事件 认为此次并非简单的袭击 而是黎明集团内部的斗争 并展示黎明集团的权力分配 这次斗争虽说是三子夺敌 实际上的继承人 是长子和次子 年龄最小的小儿子 基本可以排除 其中长子李炳仁 释出了名的残暴 很多人想以长子 为由让其继承位置 与其相反的是次子李俊仁 性格好 而且经营能力出色 听到此处一名男子提出疑问 难道你是想说这次袭击 没错 是导弹鬼李炳仁 在次子李俊仁管理的商场 引发袭击 然而男子却郑重地说道 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 恐怕李炳仁的势力 不仅仅是无名雇佣兵这么简单 很有可能还与十二王座 新宗的海洋家族有关联 只因此前 北汉山中击杀的魔狼 共有92头 其中海洋家族 拿走了七成的魔法石 却只上架出售三成的魔法石 然而这次的商场袭击事件 就是魔狼的魔法石造成的 随机短发女子示意 有没有可能是 市面上流通的魔法石造成的 我已经调查过了 绝不可能是市面上的魔法石导致 然而其中一名老准却表示 这只是你的猜测 并没有确切地证实 瞬间会议一时间安静地可怕 只听此时短发女子 缓缓说出一件事 今年四月 新宗深瑞英发现 自家的丈夫吉成俊 与丹军集团的继承人有染后 直接大发雷霆 虽然不知道吉成俊在想什么 但一旦有人从丹军集团的注意力 转到黎明集团上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也是我今天叫你们来这里的原因 这是要发动战争了吗 你要说战争也不为过 其中一名男子更是表示 就他们有十二王座吗 我们也有雷帝啊 不行 同样是十二王座 但雷帝还年轻 无法抵抗新风 所以我们不能战斗 但也不能放任海洋家族不管 我们要支持次子 成为黎明集团的继承人 并且从现在开始讨论 关于限制海洋家族的对策 女孩刚刚获得一只可爱的宠物 紧接近反手 就将她大卸八块 原来此前女孩适宜 自己也想成为一名 保护大家的战士 然而身为重生前 最强狂战士的我 深知此路的艰辛 可最终还是顶不住她的固执 只能将她带来废弃的工厂 开始秘密训练 同时也叫上十二王座之一的信 在一旁保护 然而星风一眼就看穿我姐姐 居然是先天满魔力的体质 如果姐姐要被世人知道 那可是各大工会 炙手可乐的组织 随即星风似乎也察觉我的眼神 立马拿出此前 我所需要的魔法师和装备 我认真和对魔法师误吼 再次询问姐姐 你确定没问题吗 嗯 没问题 得到明确的答复后 我也不再反对 随即将装备交于姐姐手上 顺手将魔法师抛向云处 姐姐一阵巨响 只见一只呆萌可爱的 粉色魔物出现 随即告知姐姐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要杀掉她 姐姐 可姐姐面对呆萌的小魔物 却丝毫没有攻击的意想 我立马意识到要出事 紧接呆萌的小魔物 瞬间张开血 你让我吵吵起来 我直接一记飞 踢将其击飞 随即小魔物不断翻滚开外 直接晕倒在地 我冷声呵斥 姐姐 你如果靠外表去判断魔物 下次死的肯定是你 你确定还要继续吗 然而姐姐也思索了三后 反而更加坚定地握紧手中的剑 随后不久 只见姐姐颤颤巍巍 不断大抹鼓起 紧接双腿无力摔倒在地 见此情形的腥风 也在感叹自己当初 也是需要很久才录 虽然想成为战士 必须要学会坚强 可不分青红皂白地 让姐姐击杀魔物 现在的小孩也未免太恐怖了吧 鼓起一拳就打到对方满地找牙 却让我在学校成为恶魔般的存在 转眼我也不如二年级 可令我奇怪的是 为什么小伙伴竟分配到同一个班级 这代率就好比如买彩票中大奖 好在世纳不在一个班级 不然体育场那是整个也挺尴尬 忽然银鹤只向一边打乱我的思绪 原来只是一堆同学在远远的观望这边 银鹤并示意要教训他们吗 我随即表示不要激化矛盾 可直到明智的一番话 直接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此前父亲暴揍事奈的爸爸 是在学校传开 在他们的眼中 我就是学校里面的混混头子 然而我真正在意的是 为什么银鹤从小个子突然变高了不舍 直到银鹤告诉我 他每天都在提炼魔力 并且和和阳爸爸制作的物质 我这才醒悟过来 原来和阳爸爸的果汁 不仅能够恢复魔力 还能促进长高 早知道我每天都喝一杯了 可一阵景不省 直接让众人坐回到座位上 原来是来了新的班主任 可是这班主任的魔力 也未免太高了解答 然而我却不知道这一切情绪 都是和阳此前捉迷藏 遇到的爷爷安排的 只因和阳太像他的孙女了 为此他暗中安排一切保护和阳 与此同时 我专门来到高年级楼层看看姐姐 担心此前训练对姐姐来说 太过呵斥会有心理阴影 起料此时顽固子弟 竟不长眼地撞了上来 甚至还污蔑是我撞的他 并要求道歉 随即我一言不发看他演戏 他似乎也为此恼羞成怒 将我直接拎起想教训我一本 然而此时的我早已将魔力蓄在身后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我俩瞬间被一阵声音所叫停 只见姐姐远远站在走廊上 随即她竟腼腆的示意 并不是她看到的 这直接让我更想打她的冲动 这小子不会是喜欢我姐吧 随后姐姐一把揹开她 你是在教训我的弟弟们 然而这话直接让她愣在原地 尽管她随后不断道歉 并说以后我要是有什么困难 完全可以找她 然而此时的我只想着下次再见面 就死定了 随后不久我也告诫姐姐 你不会是喜欢那个哥哥吧 他不是好人 只见姐姐突然停住脚步 别担心 我只喜欢银河 快走吧 姐姐送你回去教室 见状我也放下此前 呵斥姐姐训练的担忧 当重生最强狂战士 与曾经最强亚人在街角相遇 他们到底会产生如何的血雨腥风 转眼父亲趁着假期带我们去奶奶家 其料奶奶也一早出来迎接我们 面对和蔼的奶奶 我立马显露小孩的本色 其料母亲竟因此吃醋起来 然而此时母亲身边的妹妹吸引奶奶的注意 奶奶更是和蔼询问到妹妹几岁了 妹妹似乎也认出奶奶 静止跑向奶奶并拿出三根手指 随即冲向奶奶的怀抱中 随后大家也兴高采烈地走向屋子 然而此时我却严肃地望向姐姐身前的屋子 只因这个屋子竟有强大的魔力 随即示意姐姐小心前行 如果是小偷 胆头摸进奶奶家就是找死 紧接着纵身一跃静止从背后偷袭 就连门外的众人都被这强大的动静吓到 凑近一看就连我也吃惊地望向小偷 你怎么会在我奶奶家 震蓝 你怎么在这 原来此前奶奶外出买菜回家 被旁边的动静惊扰 走近一看原来是震蓝蜷缩在垃圾桶内 正当奶奶想抚摸这个可怜的孩子 震蓝立马被吓到直接到飞桶外 当她以为会被暴揍一顿 奶奶却伸出雨伞为她遮雨 并将其带回家 仔细想下来重生前这小子 确实是这个区域出名的 可她为了炸鸡竟对奶奶大呼小叫 看得我真的是一肚子气 教训松狗的方法得从小就开始纠正 随即告知父母 要和震蓝出去玩 齐料震蓝转过身 继续吃炸鸡不理会我 当下我一把抓过 你不要出声跟我走 紧接直接拖至门口 顺势直接将其扔飞 可震蓝心里只有刚刚隐命的炸鸡 直接骂我混蛋浪费食物 我却云淡风轻展开屏障 你要是传出点声音 不会很麻烦 你刚刚是对我的奶奶大呼小叫对吧 紧接着攻击从四面八方 直接打在震蓝的身上 震蓝丝毫没有还手的余地 随后一阵阵哀嚎在屏障内 然而家人们却丝毫不知外面 正发生一场大战 转眼第二天 震蓝老实地坐在众人面前 同时也在好奇 我是怎么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父母也开始商议 要给震蓝的上三年级了 听此震蓝欲想反对自己不去上学 可感觉到一旁我的注视 声音立马开始变得软弱起来 我不想上学 随即我缓缓起身 轻轻地拍在震蓝的身上 蓝哥是想和我上二年级对吗 震蓝正想要反驳 只见我脸色一遍 蓝哥 再说一遍 随即震蓝唯唯诺诺地说出 我想上二 二年级 我立马开始和爸妈说道 蓝哥果然想和我上二年级 真开心 长辈们也开始投来欣慰的比较 没想到一晚上银河和震蓝关系变得这么好 然而震蓝却小声嘀咕 难道这么明显的威胁 你们都看不出来吗 只见我再次拍打蓝哥的肩膀 爸妈 我和蓝哥今天还要一起出去玩 当下震蓝直接陷入无尽的恐慌当中 完了 这下要完了 这只能够轻易毁灭一座城市的灾恶级魔物 因为魔物的强大与不可预测性 外国大使专门跑来 H国与十二王座的女神灵秋进行会谈 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滞留四千名H国同胞回国 但作为条件灵秋得派出战士帮助外国 斩杀第二灾恶级别魔物 列为多 然而灵秋却示意将战士送到陌生的环境 是比较艰难的 但我们可以提供恢复魔力的药水给外国 随即外国大使也表示 该国的药水确实是颠覆性的产品 恢复的效果也很惊人 但我们也可以使用地中海的魔法合金进行交换 可下意呢 其中一名外国大使静一脚将桌子踢烂 灵秋你为何如此犹豫 想要你们国家的人就帮助我们斩杀魔物即可 该不会是你们的战士离不开女神的怀抱的 金科 适可而止 怎么了 他自己不也没有否认吗 这也是我不喜欢H国的原因 突然一股强大的威压凭空出现 直接压到外国的大使无法占领 你们将滞留在外国的全部同胞送回 我可以全力支持你们 我会派出两名十二王座的战士协助你们 紧接着一气响指 外国的两名大使才如是重负 其中一名更是颤颤巍巍的警告 灵秋你这样子不会有好结果 我也会为你们无礼的言辞提出诉讼 没想到大妈竟派无赖来当大使 然而金科似乎被灵秋的话题侮辱到 更是扬言杀了灵秋 可随即他却不敢轻举妄动 只因他深刻地感受到 有股强大的魔力在注视他 看来你也不是完全没有脑子的 会议到此结束 请你们离开吧 会谈室中只剩下赶路不敢言的大使 转眼休息室中 一旁的保镖靠近提交报告 表示外国的大妈还专门送你一台 马沙拉的仪式友好 却被灵秋直接拒绝并要求将其送回去 这次来H国交谈肯定是有什么计划 你去安排一些人去监视外国大使 有什么动静你及时告诉我 好在因为郑希勋爱丽丝集团的恢复魔力缘故 此次交谈的结果比想象中好 一旦我和外国交易完成 我们得向他们表示感谢 保镖却此时提及激怒外国大使是不明智的 你觉得是你身为保镖该说的吗 何况凯文一直在隔壁房间等待 如果真出了问题 那也是外国大使出问题 而不是我出问题 与此同时 朱莉兴高采烈走在回家的路上 只因此前医生告知朱莉已经怀孕六周了 朱莉对此也打电话告知布鲁诺早点回家 一想当面到布鲁诺知道这消息 他肯定会很开心 紧接着朱莉的脸上笑容逐渐消失 只因眼前外国大使竟然认识朱莉 没想到这么久不见 你变漂亮了 但是真的太可惜了 外出的小鸟是时候该回到鸟笼了 永生回来的狂战士 进当场被人掐住命运的咽喉 并告诫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多管闲事 就在刚刚 手机传来一股震动吸引布鲁诺的注意 奇料此时朱莉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准备 告诉布鲁诺不要再来找他了 正当他想询问个究竟 奇料朱莉早已挂断电话 荆轲则是在一旁笑道 公主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你应该让你爱的人过上正常的生活 与此同时 小伙伴们正在商议等下去和洋家里面 然而我却以放书包为借口 给晚点才能去和洋家 明知却在指责我次次出去玩都迟了 然而我被一旁的动静所吸引 朱莉怎么会和他混在一起 而且他怎么会在这里 仔细想来 现在这个时间确实是两国会谈的日 在重生前 女神灵秋为了救出滞留在外国的民众 派出了三名十二王座的战士 去外国斩杀第二灾戈的极魔物猎为多 可结果是H国因此战力受到巨大的损失 神猫在此时战役中失去了左臂 回到炮因为药物的副作用 导致疯癫甚至全身残废 其中一名十二王座竟被荆轲悄悄地囚禁在外国 然而这一举动很快赢得许多的国家意义 最终整个事件以大妈下令处决荆轲而告终 随后我将书包递过敏制 并告知敏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我 紧接用魔力直接强化双头 随即直接飞奔树 得赶紧追上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奇料外国大使竟早已在转角等待多事 只因他们刚才早已察觉被他人监视 没想到居然是个小孩子 我也没想到他们居然能察觉我的存在 好在我及时反应格导 可依旧被余威震得数米开外 就连我都没想到他竟然直接下死手 荆轲也吃惊我竟然会使用魔力 却露出更加诡异的笑容 紧接着荆轲消失在原地 随即出现在空中一记飞踢 却被威力下蹲后撤的姿势躲开 顺势腾飞凌空 直接甩出一记鞭腿横扫 奇料他瞬间下蹲躲气攻势 更是发现我凌空无法闪避的破绽 好在及时将魔力传输在脚上 给予一记飞踢 借力腾空蓄力一颗魔力弹 借此飞射出去 奇料荆轲面对魔力弹 仅用一个手刃便轻松解决 我也借助几个空翻拉开距离 荆轲也开始严阵以待 只见远处的荆轲立马变成残疑 紧接着直接出现在我的身后 正当我想反应防御之时 奇料他一把掐住我的眼红 你比我想象中要有意思 可贵魔力的人不仅仅只有你一个 只见他手臂上的力气越来越大 我却依然无法挣扎开 难道我这次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他曾以一己之力屠入狼群 如今却被他人掐住生命的咽喉 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忽然朱莉大声制止荆轲的行为 更是斥责荆轲此前 答应不伤害他的朋友 旁边的大使也在在劝谨荆轲 荆轲见状只能无奈地放手 随即朱莉急忙跑来 在看到我并无大爱后 也对此表示感谢 紧接自顾自地脱下戒指 轻轻地放在我的手上 并希望我代替他向布鲁诺道歉 和大家相处的这段时间 真的过得很开心 随后转身离去 正当我想再次确认之时 荆轲迅速抓住我的头部 直接朝远处扔去 并警告再见到我的话 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只见我在此陷入沉思 只因我确信重来的人生会有所不同 我拯救本该在科拉本事件中死亡的家人 挽救了在哥布林入侵中死亡的朋友 就连北汉山狼王事件中的伤亡人数 在我影响下重点 所以这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要改变未来 因为我的生活中也有你们 与此同时 和阳爸爸正唏嘘 并接到女神灵修的大批量药水硬单 正位的上气不接下气 好在身旁有美女相伴 不管做什么都是动力满满 忽然一通电话响起打断了这温馨画面 只因这通电话是我打来的 我需要和阳爸爸的帮我一个小房 画面一转 只见姐姐与十二王座新风在不知名的操场 随后新风打一个响指 只见新风身后大树镜 伸出无数的藤蔓朝铁 然而姐姐却面不改色 紧接轻松越起躲开藤蔓的攻击 就连新风也不有感叹 这反应真的很迅速 随即新风挥挥扇子 姐姐竟因此失去平衡在空中 紧接一股龙卷风凭空出现 正当她疑惑姐姐不应该这么惨 其料下一秒 姐姐竟用魔力凝聚出 把板在龙卷风上发现 见状新风收起扇子 原先还在沾沾自喜的姐姐 竟直接从空中掉落下来 好在在落地的瞬间 生成棉花般的魔法 紧接顺身冲向新风 其料新风早已凝聚冰锥等待 紧接竟直射向姐姐 可冰锥却被姐姐周身包裹的 棉花般的魔法所抵挡 正当姐姐快要触碰新风之时 只见一根藤蔓从后面 缠住姐姐的脚 你三个月能进步这么多 已经是很厉害了 但对于老道的战士来说 终究是太年轻了 可此时新风看向手中振动的电话 便知晓肯定是我又有大麻烦了 这个看似每天上班996的打工仔 背地里却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战士 如果不是因为朱莉的离去 她都没发现自己竟早已疏于锻炼 就在此前 她是瓦伦丁家族的一名保镖 主要职责是保护瓦伦丁家族的公主朱莉 面对那些骚扰朱莉的无赖 布鲁诺从来都不会犹豫 直接给予对方一击重击 因此朱莉对于布鲁诺的感觉 一直都很微妙 直至家族召开一次会议 宣布瓦伦丁家族的地位 因为受到麦伦家族的影响而摇摆不定 一旁的元老听此消息 立马显得坐立不安 然而在家族的怒吼下 一众元老们还停止喧哗 紧接宣布瓦伦丁家族 将会与麦伦家族合并 这则信息一出 直接受到了朱莉等人的反对 然而家族却不顾朱莉等人反对 直称这次合并只是短暂的联盟 但作为联盟的象征 朱莉必须和麦伦的长子文森特联姻 然而朱莉立马起身反对 那个文森特可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可家主却说出朱莉的天赋放大 是一种提升魔力效率的天赋 如果你怀了文森特的孩子 你的孩子会享受到放大的效果 只要我们再将孩子带走 他将会是我们重建瓦伦丁家族辉煌的人 随即一旁的长老们也开始发言 让朱莉要多想想整个家族的未来 请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履行身为家族的侄子 就连家主劝说朱莉将也会拥有一个强大的孩子 就在朱莉预想反对 家主却不再出声 反而是在座的众位长老一直在劝说朱莉 最终朱莉迫于家族中的压力答应了成婚 随即此次家族会议再次结束 然而这一切身为保镖的布鲁诺却看在眼 转眼夜幕降临世间 只见布鲁诺站在朱莉面前 并请求他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然朱莉却并没有抬起头 只见一个个如珍珠大响的水珠滴露在裙子上 我不想就这样子结婚 我不想我的孩子如货物一样被他人交易 我讨厌这个地方 朱莉叶塔瓦尔丁 即使与全世界为敌 我也要保护你 你愿意和我走吗 随即朱莉用笑容回应了布鲁诺 随后这里只剩下空荡荡的房间与飞扬的窗帘 转眼回到现在 看着手机上朱莉的定位 布鲁诺也做好殊死搏斗准 可就在他要出发之时 其料我早已在门口整装待发 我们一起去 当重生狂战士与最强的布鲁兵强强联合 他们究竟能够掀起怎样的惊涛害了 尽管如此布鲁诺还是担心我会陷入危险 但我坚定地选择参与其中 并询问布鲁诺能否找到朱莉 随即布鲁诺告诉我有朱莉的手机定位 同时布鲁诺却提醒我没穿护具可是很危险 随即我也表示找不到合适的护具 过大的护具只会给行动带来普遍 另外我携带了很多样机 以为不时之需 而且我不是还有你给的结婚戒指 所以不必太担心 只是确实没想到朱莉即 能将婚戒做成提高魔法能力的导具 只因在重生前女神力26年 南欧联盟宣告成功攻略深海赴破 尽管全世界的人类都认为这是不可能 但还是赞扬南欧联盟为人类做了一个状态 然而当其他战士们阅读突袭日记时 却发现了令人作误的真相 只因大部分核心战士都来自名为麦伦的外国家 而一名朱莉女子却被作为繁衍强大战士的工具 成为了许多麦伦战士的母亲 在思考之后 我意识到在重生前的时期 布鲁诺可能没有成功营救朱莉 并在营救过程中可能也遭遇不幸 随后不久 我们已到达目的地 面对缓缓走来的安保人员 我们毫不犹豫地用拳头给予了他们一计暴击 与此同时 金科对临时更换会议酒店产生了好奇 然而通过查询 他们得知当天的酒店出现了安全隐患 才被迫进行临时更换 朱莉紧接嘲讽金科这种人连酒店都不欢迎 瞬间把金科气地骂你 然而一旁的人员没想到会在这里能见到朱莉 只见金科得死说道 要不是在电视中看到朱莉 就连他们自己都是不敢相信的 毕竟在你亲生哥哥的验证下 那就肯定是你朱莉本人不会错的 然而朱莉却嘲讽到 几个大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从大老远跑过来 你们也不嫌丢人 只见金科瞬间上了火气 朱莉你就不能给我安静地待着吗 你好像觉得我们现在不敢碰你 我们不斗你是因为同情你 如果你现在想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立马在床上来个痛快 朱莉直骂金科是一个混蛋 并朝起吐了一口唾沫 金科瞬间举起手掌欲想打去 其料此时一股魔力威压在其身后 见状金科只能就此作罢 朱莉心情大好的命令爱伯特 去楼下便利店买面包和点心 汤姆吐槽说酒店不是有客服吗 爱伯特却威胁汤姆你没听到他饿了吗 汤姆却提醒爱伯特现在的身份是爱伯特卖的 而不是爱伯特瓦伦丁 爱伯特告诉他别担心 赶快去吧 转眼间爱伯特询问朱莉为何起身 朱莉不耐烦地回答说上厕所也需要告诉他了 他用力关上厕所的门 回想起布鲁诺曾发誓即使与全世界为敌 也要保护朱莉 他内心默默祈祷布鲁诺不要来这里 因为这里太危险了 画面一转 金科正在洗手间放手 突然一股杀意从被凑起来 只会我挥舞着短剑从空中砍向他 金科急忙用魔力进行防御 但还是被强大的力量击飞 我也庆幸自己今天是真幸运 能够如此快地找到你 放心 我会给你时间穿裤子的